我是一位患有罕见疾病的肌肉 我说真的患者 我们是落后起跑点100公尺 但是我又追上每个人 我们一个新的政府 他是可以在身心障碍学生 有一个完善的支持系统 我心中的小英其实我觉得 开放且多元的角度去听我们的声音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支持障碍者的台湾 点亮台湾